哈囉 大家好 WIT邀來說 事業給付申請領到前的時間點 第二次還第三次申請事業給付的時候 承辦人員有告知WIT說 介紹卡繳交後才會把我們申請的資料送出去審核 審核完畢才會領到錢這樣 WIT目前領到的4筆事業給付的時間點 第一筆是6月12號領到前 然後介紹卡我繳交的時間是5月30號 第二筆事業給付領到是7月13號 是6月30號繳交介紹卡的 那8月12領到第三筆錢 介紹卡是7月30號繳交 最近一筆9月11號第4筆 事業給付領到是8月28繳交的介紹卡 領到前左右會收到這個信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收到適封這個信 繳交介紹卡到領到前差不多9到10個工作帖 我現在算下來是差不多這個時間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是 怎麼填寫失業給付的表格 申請失業給付會拿到 基本上會拿到3張 3個 會定在一起 3張 第一張是這個 工作機會查詢表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求職者自行求職記錄表 這邊就用求職記錄表 來講 再來就是 認定收子簾 接下來就一一介紹這3張表 怎麼填寫 然後還有功能 首先最小章的開始 這個 工作機會查詢表 這張表格 在認定收子簾上面 押的日期的前一天 回去報到的前一天 去台灣最愛通 找兩筆 兩筆工作 或一筆工作寫上去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然後還有職務名稱 前兩個月印象WIT是都填寫一筆 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開始 承辦人員要求 就是說 開始要填寫兩間公司 填寫完成 送去的時候 然後承辦人員就會用你填寫這兩間去開立介紹卡給你 沒有沒有 開立介紹卡 介紹卡開立完以後 你可以當下用你的 如果你手機有辦法 連網路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機去 寄履歷到 介紹卡的兩間公司 當下就可以把介紹卡交給櫃檯人員 這樣你的資料就可以送去審核了 接著講求職記錄表的部分 它是有兩面 一間公司寫一面就好 一間公司裡面 這面有寫 WIT有貼一下 求職者用 各種人力銀行 或是其他管道 去找兩間公司 然後必須要有聯絡方式 因為它這邊 需要寫聯絡單位的電話 聯絡單位的資料電話都要寫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聯絡方式 應該是讓承辦人員他們可以去 承辦人員他們可以去確認這樣 就是找兩間公司 透過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把你的履歷給兩間公司 之後一定要用電話去確認狀況 是有沒有錄取有沒有要面試 適不適合這樣 主要是兩種狀況 一種狀況就是不用面試 你打電話去公司說要等待 或是說不適合的話 這樣你就可以直接添寫在求職記錄表下面這欄 這個部分 其他原因可以寫那個等待 或是說 待遇不合 或是技術不合 之類的 就寫到下半部 這邊的下半部就是 只有投履歷沒有面試的部分 你投低履歷的時間 什麼時候 在上面這邊要打電話去確認時間點 你也要寫 重點是跟誰聯絡你也要寫 然後下面的話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這些也要寫 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張表是求職者自己填寫 不用給公司填寫 這邊他表有著名在這邊 再來就是說 狀況二 需要面試 需要面試的話就是等面試完 面試完才能填寫這張表 填寫的話就是 一樣是你什麼時候提供履歷的 應徵什麼工作 這個表照填 第一點就是你 錄取就填第一點 沒有錄取的話你就填第二點 然後再選原因 原因寫完以後一樣寫 單位名稱地址電話 這些要寫 所以你一開始在找公司的時候 一定要找有聯絡方式的公司 要不然這張表填了沒有填 聯絡方式是等於這筆是無效的 求職者紀錄表都講到這邊 認定收子連的部分 WIT在金美劇服務站辦的時候 給我的時候會在上面押 我下一次報到的時間 然後還有需要帶什麼東西 如果遇到假日的話 像我這次下一次報到是 9月27號是禮拜日 9月27號以後的禮拜一 9月28號 不能提前 這是他有特別著名的 報到的時候帶收子連 還有你的身份證 還有你的求職紀錄表 跟工作機會查詢表 都要一併佼佼 最後再提一點 上課的部分 就是申請事業給付 有到第三個月 有機會被安排上課 按規定是說 你可以申請6個月事業給付 那6個月如果你都有申請的話 你會被安排2次上課 就是承辦人員跟我說的 然後我在第4次來第3次 申請的時候 有被安排上課 他有分實體課程跟線上課程 疫情關係 WIT就選擇線上課程 上課方式 晴美就業服務陣是有 輔導說怎麼上課 他有給一份獎益 給的時候 他有一併說明說怎麼上課 在下一次報到的時候 如何去證明說 你有上課 證明說你的時數有到 多久領到失業給付 與失業給付的表格填寫影片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想問的 歡迎留言 WIT會一一的回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協助按我喜歡加訂閱並分享